大家好,這部影片是講中錄的 回到exam 2019-2020 Chemistry Paper 1 MC 其實講講其他題目 需要看另外兩邊的影片 這部影片只是講MC MC總共是一如二旺 只有36個MC 我每次都這麼說 期望同學們每一分鐘都可以做到一條MC 平均計 所以同學這部影片也是不容有失的 因為我們講的就是 一些五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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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的數 你們是要和這部的數字 都要看著它 如果要錄五星星的話 我真的問你不用考慮了 如果說外面的話是要完美的 如果要五星的話 我會覺得 三十二 差不多 如果Lv4 就28 Lv2也好 都要拿到二十條 因為外面的題目 都是問大路 所以同學應該要做得準一點 這部影片當然 將很多不習慣見到的題目 都會共演一路 或者經典題目再出過 所以你會發覺 可能會條條都要有些時間去考慮 但是 還是不要怕 因為如果你經過中目人堂之後 我相信你往後再做外面的卷 應該都會比較簡單 好了 做一做分類 二十四條MC 十二條MC 十二條MC 為什麼這樣分呢 十二條MC 就屬於我們所說 只是FullCamp 只會出過十二條 而二十四條 是和CombinedSign 一起的 OK 這個呢 只有FullCamp 而已 的題目來的 而這十二條 就包括什麼呢 是Ratial of Reaction OrCam的第二個部分 OK Equilibrium 跟著 一個叫做 Periodic Pattern OK 總共呢 就是這四個 那所以呢 你在看 這樣就佔了十二分 另外二十四分 就是另外八個topic 都會在一邊出現 包括你剛才說的 DeltaHr 這些題目 都會在這裏出現 Micro2 等等 都會在這裏出現 所以同學 你們是要熟悉的 整個部份 OK 等等 事不宜遲 我們先說第一條 第一條 同學就可能不太習慣 為什麼 SIR會問這些題目 為什麼有A 又有B 然後問Oxide of M 這題目看起來好像很難 但是呢 你要搞清楚 究竟它們本身的Charge 是怎樣做 接著呢 就會比較容易 去處理一下 譬如這條 這條 究竟它們的chemical form 是怎樣來的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是說 一些靠差雙成的Sense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個A 和這個B 這個數出現 是源自它本身的Ion 的Charge 這個是Phosphate 三負的Charge 而M我不知道的Charge 我當作X 總之一定是正 就可以了 接著告訴大家 它這裡 就要乘了A 那麼多份量 而這個要乘了B 那麼多份量 剛剛好就是 它的Charge 都是一樣 那你記住 一個concept就是 Overall charge 是0 那就是告訴你 什麼 就是把這個Charge 2x 跟著 和這裏的Charge B 乘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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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再問一次 如果這個是M 的話 M的話 就是3B overA OK 那麼多的Charge 先給它 然後 就去O O 就是2x 如果我要搞定 這兩邊的Charge Ratial 應該要怎樣 就是把這個數 調回來 然後把這個數 調回來 明白嗎 所以如果是的話 你就會出現了什麼的現象 就是說 你要把這兩塊的東西 將這兩塊的東西 就會變成 要Balance 對不對 這個要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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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OK 就是說 就變成這樣 這個承回來 其實就已經 他們所謂的 Overall charge 就是 就是 M 2 O 接著 3B overA 3B overA 如果你做了這一點 的話 你要變回一個 whole number 你要怎樣做 就是把整條式 的Formula Ratial 乘回A 所以答案 M 2A O 3B 其實就已經做完了 這個答案 就是D 有一點好像MAMS的想法 其實你用回這條 這個交叉雙成的板斧 其實 只要是這裡的交叉雙成的板斧 OK 那你會出現了 Overall charge 0這個想法 你才可以做得到 這個 這個第一條 要留意的 第二條 第二條 有同學問 這個 是不是SRIO2 來的 是不是Diamond 的 就是這樣數 為什麼 不是SRIO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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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時候只剩下半個球了,然後這次剩下半個球... 這是3個,4個,5個,6個... 共通的這6個球都剩下半個球 開幹了,但另外的UNSEL應該還有兩滑 好,然後再延伸,你可見到X和Y就 轉動,逐一一發 我們學習一下Coordination Number的概念 什麼是Coordination Number的概念呢? 就是講究竟那顆Iron 周圍會比對方的Iron有幾顆粒圍 就是包圍著的 我現在說回X的例子 X的例子會見到很清晰 就是黑色一個 然後白色四個 即是說每個Iron應該有四個Iron包圍著 是不是? 然後Y呢? 你現在這樣看就不太能看得出來 但我當你發現我畫了這個面子的時候 你畫了兩條Bond出來 你就會見到什麼呢? 你就會見到Y同時也有四個XIron包圍著 所以如果X被四個Y包圍著 Y又被四個X包圍著 那就是告訴你們 他們本身的Formula就是 X和Y的Mode Ratio應該一比一 所以X和Y的Mode Ratio 答案就是C 這個就是第一個計法 有些同學說 其實Coordination Number的概念不太熟 有沒有第二個玩法呢? 有的 但是這個想法就牽涉到同學的空間感的問題 這個其實是其中一種 表達UniCell的方法 另一種UniCell要表達的方法 就是把這些Bond 但Bond就不出現了 就變成一個Bond 假設按比例 把Cat Line和N Line的 Size 按比例體驗出來 就沒有了這些Bond 即是說的是什麼 Diagram 就類似這些 我們說的UniCell的概念 就有點像這些 現在這些都是比較 這些就是剛剛你看的 但是如果你說的就是 這一隻 比如我們說 UniCell of Sodium Chloride 接著你會看到什麼呢? 你會看到類似這些圖形 這隻圖形 OK 這隻圖形 這隻圖形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將那些 裡面有的C-line和N-line 再按比例 平等 然後就畫這隻 所以你會看到什麼呢? 原來我們說的 在Cell中有幾個 有幾個特別的位置是要留意的 就是第一 本身這顆Cemical 例如你看到這一粒,這一粒,這一粒,這一粒 其實後面色仔有六面,後面有三面 我們講的是一個正方形的中間位置 如果中間放一顆球放在這裡的話 你就要數半粒的,行不行?要數半粒 那好,如果你在這個cube裡面 那條線的中間那裡,你好像見到這個 好像四塊橙切開去,那我就要數四分之一 接著我們去到這個角落 這個角落看到的是百分之一 那我要用這個sense去看剛才的題目 都不明白的話,我們用這幅圖 讓大家更明白 其實什麼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八分之一 其實就是這個球 當我插在unicell的不同位置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怎樣數,這個所謂的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 我們所有的計算是由這裡開始的 我先去到這裡 這裡是二分之一 這個四解橙切開了兩頁 可以看到它做了兩刀 就是四分之一 而這裡就是一二三 看到我畫了多少刀 這裡就是八分之一 好了,記住了 那塊鏈的中間,face center就是一半 如果是at the edge那裏 其實是四分之一 而 at the corners 就應該是八分之一 當我考慮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看看剛才的題目 你可不可以找得回 x和y各自 這個unicell裡面有多少粒 的ions呢 OK,for x 他們有的 number of ions in one unicell 那我怎樣數呢? x的話就簡單一點 一二三四四粒 四成一粒四粒 為什麽呢? 因爲它是這個cube的裏面 如果說我空間按 就是這粒 這一個cube 其實你看到 這個角落頭 這個橙了出來的邊 這個就是中間 這個又是在 表面中間 這粒 所謂的黑色 就應該是這個cube的裏面 如是這四粒都是 好了,剩下的是什麽呢? 剩下的就是要慢慢數 y的ion 裡面有什麽呢? 這個ion of x 這個ion of y 你看它裏面有幾粒 它裏面呢 你就會見到什麽呢? 我要分開兩個看法 這裏就是 一個色仔六面 有一面 兩面 三四五六 黃色筆的地方 我們畫一畫 接著就各自數 第二個位置 我們要數它 數什麽? 1 2 3 4 5 6 7 8 這個呢 我又有另外一個數法 好了 即是告訴你 你又要計算 黃色筆和藍色筆 其實就是什麽呢? 黃色筆呢 就是在表面中間 中間的話 只要一半 有幾個 一個色仔六面 所以就是六成二分一 另外一邊 角落頭 這裡有八個角落頭 每一個角落頭是八分一 所以3加1就等於四 所以告訴你 X和Y的Mode Ratio 其實都是四比四等於一比一 所以 Formula Of Formula Of This Compound 其實就是答案 就是 X和XY 1比1 所以答案就是C 其實這裏 用的是兩個方法 方法一 和Coordination Number 究竟 他們用這顆Ion 隔壁 又有幾顆 對方的Ion包圍著 從而得知他們的比例是多少 或者2 方法2 方法2 就是我們真的要學到UniCell的方式 接著就和我手去數 裡面的Ion真實數量 真的嗎 這裡再提一次 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那顆Cell 裡面 如果那顆球 剛剛拆了UniCell 剛剛在邊皮的位置 剛剛在Face 中間的位置 Face Center 那我這個球 就要去一半 如果這個球 剛剛在UniCell裡面 剛剛在線上斬 那你就可以去四塊橙 就是四分之一 如果它比較遠 去到這個Cell 裡面的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Corner 位置 每一個顆粒 你數去就是百分之一 那你記住這三樣東西 那你就會記得到 剛剛這條題目 應該怎麼做 這個就是第二條 第三條 第三條 第三條比較困惑 為什麼呢 因為很少 就是問 Order of reactivity of the three metals 突然間有個N字 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 你們回答題目 就會有時候 會令Marcus 會有這個N的想法 就是什麼呢 究竟 E F G 這三隻 Metals 他們的所有 order 可否三個 變成一條order 變成一個 ranking 去看呢 其實要看 好看是看什麼呢 就是看他們的observation 即是本身的experiment observation 即是給到你的結論 那你就不可以自己作 譬如說 E加F RESPECTIVLY E dissolve and colorless gas bubbles e evolve and there is no absorbed change by F 即是告訴你 其實E的reactivity 就是比F 可以嗎 這個就說完 第一個部份 第二個部份 就是下面 Heat the oxide of F strongly respectively F 就會有mashiany sulfurate solar 即是F Oxide 看到嗎 Oxide 它的穩定性是低一點的 即是告訴你 金屬的活性 它本身的金屬 element的狀態 那時候 它的活性也是低一點的 但相反G 是怎樣呢 G就是no of solar change for the oxide of G 搞清楚了 上面這條 就是講metal 有反應的活弱一點 下面的活弱一點 下面的活弱一點 是說Oxide Metal Oxide 那就是反過來 有反應的那些 反而它的金屬的活潰性 是低一點的 即是反過來說的 所以 你會看到 G就會比F 第一個問題就是 E大過F G大過F 那E和G 哪個贏呢 其實我這裏 就沒有任何資訊 所以答案 你應該要找 E大過F G大過F 的答案 這樣就要做完 答案就是 D 可以嗎 OK 這個 你要提醒大家 我再提醒一次 就是在 Metal Relativity的時候 留心一點 你提醒 別人是用金屬來做比較 還是金屬的氧化物做比較 如果用金屬之間做比較的話 有反應的話 它會變成高一點 但是金屬氧化物 如果有反應的話 就不好意思 再反過來 它說金屬自己 這就是第三條 好了 我們去下一條 第四條 第四條 開始這一版 可以停止 因為有很多都是計數的 第四條 Elemente Canbomb 2 Chloride 就是TeCl2 和BeBr2 Passing Excess Chlorine Gas 到Bromide 就會出了 TCl2 Displace Out 已經提醒了 就是告訴大家 整條題目 應該是說 一條Displacement Reaction 把Cl2 變成 TCl2 再加 TCl2 TBr2 得出 Br2 加 TCl2 接著 我要把數 寫出來 1.75g 這就是 2.89g 剛才說了 這個 就是告訴大家 所有的 Bromide 已經 改變成 TCl2 其實這裏 已經差不多 完成了 問題是 Where is the Relative Atterimus 這條題目 看到什麼 就是 很簡單 這裏是當 1Mode TBr2 會分成 1Mode 用這個概念 就可以想得到 Mode Ratio 它們同樣 所以 現在問題就是 它們只有 Mode Mode Nod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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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lative Atomic Mass of T T的 Relative Atomic Mass是Y 所以得出什麼呢 這邊Y加79.9乘2 這邊Y加35.5乘2 這東西是什麼呢 這東西應該是Molar Mask 一個T就是Y 兩個Cl就是35.5乘2 原來我們計算是Molar 大家的Molar數是一樣的 Number of Moles of TBr2 就等於Number of Moles of TCl2 所以因為這句話所說 你就可以解得到 最後是一個Equation 一個Anone 最後得出Y等於63.5 所以答案就是D 這是第四條 第五條 第五條 又出現了 這些很久不久都會來問一次的題目 這句話 to Nmol of Methane react with Excess Ammonia to form Nmol of O2 這句話就是Nmol of O2 接著 Understand the Conditions to Reactions of How many Moles of HcN are Produce 再問你這裏有幾多 現在這裏有三個reactant 以Amonia寫了In Excess 即是其中一個In Excess的reactant 都出現了 但問題就是 究竟2Nmol of Methane 是Limiting 還是3Nmol 3N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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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就要考慮我們一向學的一個概念 OK 將2 將2字怎麼想呢 有一個更快的方法 將2字和3字 我會考慮一個格子 其實我講2 我們講兩個格子 兩個格子 然後我們講3Nmol 3N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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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裏寫2Nmol 如果這裏寫3Nmol 3Nmol 如果這裏寫3Nmol 3Nmol 但是現在只有1Nmol 即是告訴你 Oh No 即是說 根本無可能發生這個 這樣的反應 2Nmol 是不會reactant 2Nmol 即是說 這個In Excess 行不行 可以 In Excess 然後 格子的概念 繼續留在這裏 我要做什麼呢 我就插了這些Nmol 似乎我們不是說這些Nmol 不是一個格子一個Nmol 我看看旁邊 我們想做這個是兩個HCN 兩個HCN 應該是兩份 現在這個問題來了 我現在這個數字很準 這個N 平均分了三個 即是每一個N 每一個格子應該是 N over 3 N over 3 的Mol 接著HCN 現在兩個格子 那就簡單 就是N over 3 N over 3 其實已經算完了 什麼來的 就是2 over 3 Nmol 答案就是A 你有沒有發覺很簡單呢 如果有這些格子的概念 其實就會很簡單 這個就是第五條 不要讓那些N X和Y合拍 那些暗洞 是轉向壓力 如果你腦裡很快 用這些方法去解決 你會發覺這條題目 原來是超級簡單的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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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問 這個 80Cm² 混合 120.0Cm² HCl of the same concentration in the Bitcoin 這個很關鍵 要說話 The pH of the resulting solution is 2 what is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HCl 這條題目其實是說什麼呢 似乎應該會2 明明是選一個酸react 應該是中和的 不是啊 因為這裏是說相同的模式 這裏不是說相同的模式 Molarity是一樣的 浪度一樣 但是模式不一樣的 你怎麼知道 因為本身調色是說 NaOH 再加HCl 變成NACL 再加H2O 本身減和酸的Ratio是1比1 所以你會看到是什麼呢 但是這個80Cm² 和120Cm² 根本就不會 react 算的 可以嗎 因為你腦裡要想的 MXV 這個數和這個數 根本一樣 我就要反過來 不用計了 80Cm² NaOH 根本就react with多少Cm² HCl 根本答案就是80.0 本身是80.0 那就是剩下什麼呢 剩下40.0Cm² HCl 根本就是in excess 明白嗎 所以如果搞定了這件事 你就問回整條題目 很簡單 如果pH是等於2的話 那就是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 那個hydrogen iron concentration 就會10p-2 10p-2 那就是什麼 答案應該是0.01mol 0.01mol HCl HCl 也就是留在這裡 total of the solution 是多少 40 80 還是200 其實這個答案應該是200 因為你本身 現在是拌完 這個chemical 和這個chemical 拌完之後 是 total有200mol 200Cm² 而resulting solution 是2 那就是這個 其實是inside 80.0Cm³ 選擇的volume 再加120.0Cm³ HCl份量 總共是200Cm³ 可以嗎 那就是這裡 有這麼多mol 的東西 可以嗎 所以 別人問你本身的initial concentration 你不必一定要教清楚 其實他們兩個的mol數是多少 現在兩個 又有molarity 又有volume 那你們兩個成了 就會得出什麼 Number of moles of hydrogen iron 其實就是m乘V m乘V 0.01 這個就是m v就是200.0Cm³ 即是0.2Dm³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如果200.0Dm³ 然後再乘2 那你要計出來多少 應該是0.002 0.002mol 那0.002mol 還未計完 因為我們在說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HCl 然後你要做 就是把這個數 再除回 本身這裡0.002mol 的exit 其實是in excess 多了 in excess 這個mol數 的exit 是來自於40.0Cm³ 的HCl 所以原來 Original concentration of HCl 就用這個計 就簡單 就是0.002mol 就除回 40Cm³ 即是40.0x10-3Dm³ 那你能夠計到答案 就是0.05 0.05 0.0.050mol 其實你就計完答案 就是B 可以嗎 這個就是比較 轉接的題目 不過 這個resulting solution pH2 其實就由這裡 你推敲 本身的hydrogen ion 有多濃 有多濃 你知道原本的solution 是120Cm³ 你計算是200Cm³ 你要計算是0.0.020mol 之後就除回 它們的volume 即是40.0 所以你才能夠計算到原本想要的 答案就是 B 可以嗎 這是第六條 第七條 第七條 在問的是什麼呢 第七條好像在問的是 Displacement Reaction 不過最討厭的是 這條題目 他就問你 Oxidizing Power 有同學 就經常問我 Oxidizing Power 即是什麼 Oxidizing Power 如果你問我正統的說法 正統的說法 就是 哪一個有能力 有能力 是去 Gain Electrons 因為Oxidizing Power 即是告訴你 Oxidizing 就是Oxidizing 自己 就應該要吸電子 是reduction Reduction Readyness to Gain Electrons 如果你的指數越高 就越想吸電子 而下之意 其實告訴你 哪一個最有反應的就是 你搞那麼多 你根本就不需要知道 什麼Gain Electrons 還是Lose Electrons 有反應的就是最大的 就是做大陸 就是這麼簡單 接著 這裡就講了很多 這些Ranking的問題 這個就是 X-Y 即是X-Y Z就是X-Y 接著W就沒有反應 X W沒有反應 X W就小於X Y Z 即是告訴你 如果你說Metal 的Reactivity 我們得出這些答案 那你好了 現在問題就要排序 你會怎樣排序 你會怎樣排序 那應該最差的是什麼 最差的是W 這個是最小 W最小 接著 你要排回四個東西 1 2 3 3 3個 X就比 X-Y 接著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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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的話 他們的Metal Ions 會發生什麼事呢 Metal Ions 會怎樣 就會有二正 Y 有二正 X就是二正 Z就是正 OK 即是這個 最Reactive 即是這個 最Stable 為什麼 我們說的是 Metal Ions 活潑性 金屬活潑性 越高 它就會越穩定 OK 反之 如果這個W 是最 不活躍的話 它那個Metal Ion 這個其實就很上去 這個就很上去 所以這個是 unstable 如果我們說 Ox-Dising Power 其實答案就好像 Ox-Dising Power 這個就好些 而這個Ox-Dising Power 就低些 所以答案就是這樣 這樣就搞定了 答案就是A OK 所以這個 你說就說 好像Reptor 它根本 其實就是問你 金屬的活潑性 你不需要理 Ox-Dising Power 你當它是 哪個最容易有反應 那個就是最厲害 這樣就做完 好了 第八 第八 就問你什麼呢 第八條題目 就是 他 很麻煩 看到這些題目 他說 After the cell operated for a while The concentration of Rn3 sort decreases from 0.4 0.2 while the Rn2 sort increases 0.3 0.5 OK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species that may undergo the chemical changes decreases in solution Y decreases 0.3 變0.2 which of the foreign is most likely solution X 不是很煩 它是什麼意思 搞這麼多東西 是不是在玩 我計數 可能要計數 所以 你一定要把這些資料 看得清清楚 這裡 告訴大家 Rn3 的濃度 是跌了多少 0.4 就跌到0.2 即是跌了0.2 mol 但同一時間 Rn2 的sort concentration 是0.3 變0.5 就是升了0.2 Rn3 其實就變成Rn2 不然 它沒有消耗 它不跌 Rn2 不成形 不升 應該是這條色 這邊 正在走 reduction 這邊 就是 Oxidation Oxidation 你要選哪個 Oxidation 即是說 relucing agent 所以 你要看 relucing agent 你想了這個 relucing agent 其實 D不用考慮 C不用考慮 然後就是 Sulf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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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Sulfate 第二個 Iodide 變成Iodine 最後可能是這個 因為 Sodium Iron太厲害了 不用考慮 好 接著 很精彩的地方 就來了 威亚Sir兩個都Oxidation 哪個才是 那你就要寫 這些 這樣的 Chemicals 就是 Sulfite Sulfate 那繼續寫下去 應該是H2O 這邊就是 2 hydrogen ions and 2 electrons OK 如果 它 整條色要做 Balance 你就會發現了什麼問題 OK 你就會發現了什麼問題 這裡有兩粒電子 這裡有兩粒電子 那就是上面的色 應該要怎樣 上面的色 應該要2 而 就變成2 那就是告訴你 它是感恩的 Balance 好了 如果大家 接著第二 就看看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species that undergoes chemical changes decrease 0.3 0.2 它這次是跌0.1 那我就要看什麼 它根本就是看 它們的Mode Ratio OK 看回它們的Mode Ratio 這邊呢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它應該是 用了 用了 0.2mol 那時候 這邊呢 就用了 0.1mol 那就是說 調色呢 你要找到什麼 這裡是2的時候 這邊就不可以2 這邊就是1 哪個是1 這個不是 2 1 所以應該是跌0.2mol 如果是R大瓜 但是這個1 很棒 所以答案就是B OK 這個呢 就是答案第八條 OK 好了 第九 第九呢 就問回你的Naming What is the systematic name of this compound Systematic name of the compound 如果你這麼看 你要看 1 2 這個最長的碳鏈 包著Hydroxy group Hydroxy group 這個是大佬 記得 1 2 3 4 5 5 可以嗎 這樣就搞定了 如果你說 那就是要pens和O pens和O 記住 pens和O 那就是應該 就是C或者D C或者D 第二件 就是問回你的大佬 大佬 大佬 大佬的話 那就是1O 所以答案就是D 根本就不需要看裡面的內文 OK 因為其餘那些超級奇 所以答案就是5 Chl Penta 2 4 大佬 OK Penta 2 2 1 4 1 1 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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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變成A 加上A 這樣就做完了 第九條D 不要看得好像很複雜 其實原來用這個方法超快做完 第十條 哇 問Book work Which of foreign statements of a perspective is incorrect Synfected Polymer 我沒理由不對 Contains Carbotsy would 不知道是什麼 一會兒再看一看 Highly transparent Perspects Glass Substitute Money used to make advertising signbox 其實C和D其實是inline的 那現在問題就是B 那你要肯定B的錯在哪 那你要知道它的repeating unit OK Perspects是什麼 大家還記不記得 好像大家都沒記住 Me file to Me file Propreneur 那你就要畫這個東西出來 告訴大家 剛才說了那個Term 你有沒有說Carbotsy group 沒有 Me file to Me file Propreneur 還有一個space Pmma 那就是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是Aster OK Aster Aster 這個不是Carbotsy group OK 所以這個是錯的 錯就要選 因為是incorrect 所以答案就是B 這個就是第六條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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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which of all ring is the correct observation when the charged rod is placed near the jet of Phosphorus Tricoride and Phosphorus Tribromide respectively 那 Phosphorus Tribromide 要寫分析分析分析 否則不太好 不是 Tribromide Pvr2 Pvr3 PCl3 Pvr3 Pvr3 好了 接著就是 那它們的形狀是怎樣 大家還記得 P是group 5 所以其實它們的形狀就是這樣的 Tribromide Tribromide OK 但是呢 即是說是相似的形狀 Polarity 是不是相似的 不是 哪個Polarity比較強一點 就是PCl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 Cl是很近F 而Bromine 是沒有那麼近F 所以這個是More Electronegative 對不對 More Electronegative 所以這個所謂的PCl bond 應該是什麼 就是摩布拿的 OK 那我要這個 很重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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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呢 就告訴你 如果PCl bond 是More Polar 我三個招牌 即是這個Molecule PCl3 會怎樣 相對Pvr呢 其實都是More Polar 大家都是Polar 不過 這個 因為就是三個力 你當是力那麼低 三個PCl bond 是更Polar 所以 Overall Polarity PCl3 是高於PCl5 所以大家都有Deflection 答案 大家都有Deflection 不過 PCl3 Deflection 是比較強的 OK 所以答案 11是C 可以嗎 OK嗎 所以 你做這題目 最好你要畫這些 這樣的 構圖 如果真的畫3D 我提醒你考試 因為剛才是用Shot Head Method 如果平時考試 應該怎樣 要畫3D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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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畫 這些 看 這些 看 3D 是什麼 他們的形狀 是什麼 1 這個 就是Trigonal Priar Middle Trigonal 銅數二形體 C60 融起 Benzine Graphic 最好解釋 融不融 就是雙匯之間的力 如果是不一樣 而是不一樣 這個 可以各自去 如果其中的力太弱 如果其中的力太弱 又好 他試 prop 這就是不一樣 因為最後已經是物以類聚 der 弱 再回弱 然後 因嘛 他們雙匯之間 distance 都是弱 所以 解釋 很簡單 就是跟結構有關 因為C的Graphite不溶 C60的Simple Molecular Structure 即是溶在Benz 因為Benz和Benz之間的力量是RF C60與C6之間也是RF 所以如果Benz和C60混合都是RF 即是C60和Benz一起的attraction force 都是C60 所以它們的Strength也是相似的 但是Graphite這個Giant Covenant Structure 裡面有什麼呢? 我們說的Layer Structure有很多六個型 六個型之間就有一些RF 不好意思整個Hexagonal Plane 全部都是C2與C1之間 扣了很強的CoV 所以很難拆 如果你拆掉它就能用 所以就不用考慮了 12就是C 是和Benz的Structure有關 13 13呢? 這條題目呢? 好像市場消息 對呀!不知道在哪裏做過的 那你自己寫下 Temperature change of technologies recorded 當你15.0cm2 2.0mol 和30.0cm2 2.0mol 的Protection Hydraxal Solution 那通常做這題目 第一件事是 抄掉這些Data 然後再想一想 究竟要不需要計數 當然要寫下 有些計數的想法 其實是要的 咦?剛剛好的 是不是?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M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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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你會見到 它剛好和1比2的Ratio 是React了 即是說 沒有Limiting in Excess 大家都React了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裡的MXV 是有0.030MXV OK? 這個是0.060MXV 為什麼呢? 這兩個成 你除了1000就可以了 接著 現在的問題就來了 我們經常說 Temperature rise 那些物體 對呀 問你Temperature change 即是說 其實我浸點 一定要看看水 因為多少MXV 就會影響 有多少Hit 的Release 對不對? 我講DeltaH of Neutralization 的定義 都說了 permol of water 就是permol of water to be formed 所以你要知道 這裡的水 其實都是 分成0.060Mol的水 OK? 記住了 而這個會導致到 什麼? 導致到這個DeltaT OK? 即是說 它的Heat 它的Heat 就是當這個H 它有DeltaT 對不對? 要考慮一下 這些概念 因為有時候會出古話 冷靜一點 考慮一下 第二件事 它就問你 如果實驗 就會再重複 然後呢? 就變成30.0Cm³ H2S Molality 就是2.0 一樣 就是多了15Cm³ 當我想了多了15Cm³ 其實你明白了 那就是多了15Cm³ 在這條式裡面有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只不過多了15Cm³ 就更多了Solution 而令到整個熱 其實就好像 失去多了15Cm³的容量 如果大家還記得 原本這個熱 如果大家還記得 就是我講 E等於mC³ 對吧? mC³ 這次 m第一個 是 15加30 就是45.0Cm³ 現在 新的H 是一樣的 可以嗎? 和上面那個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 我們在計算 mC³ 這個新的 新的 DLT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m是多了多少? 現在又45Cm³ 多了15Cm³ 就變成60.0Cm³ C³ 假設是一樣的 那DLT 當然答案是小了 可以嗎? 那你怎樣可以回答這個數 而令到H是一樣 那當然是 除自己成他人 除自己成他人 除自己成就他人 那你告訴我 45 45 45除60 DLT 這個就是答案 答案是什麼? 答案就是 3 over 4 DLT 3 over 4 DLT 答案就是D 所以做這些題目 用這些板斧 就會很簡單 你不要把那條問題 那麼複雜 你要懂得找什麼 要懂得問題的關鍵 勾了出來 再看下去 會發現 這條題目 會比較簡單 十四 十四 他問你 Which of the following reactions gives the product with the relatively higher anthropies than the reactant 什麼叫做 product higher anthropies than the reactant 那你要腦裏面 最好弄些圖像法去想 他就說什麼? product在這裡 reactant 你沒有發覺 扯 那你真的 他都很無聊 對啊 他無聊在什麼? 他無聊你 其實他跟你說 這條顏色 找到以下哪一條顏色 是 endofermic 好像玩black magic 死不說 其實他是想要你去找些什麼 他死不說的答案 我的答案就是 要找endofermic reaction 如果你問了endofermic reaction 其實你看1,2,3,4 A,B,C,D 其實已經做完了 C 是很經典的 很經典的 reactions 就是把barium hydroxide和ammonium chloride 兩個混合 的一個反應 重新你看到一些 barium compound 或者ammonium compound 你小心一點 這個是很吸熱的 書裡面有第二個case 就是ammonium phalcine 和barium hydroxide 你記住 這個是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反應 希望你好好記住 如果你說不知道 不要緊要 那barium elimination 你應該也知道 你也找些什麼 什麼是make sense 例如 Burning是exofermic 升修肥加sodium hydroxide precipitation 又是exofermic 然後第三個 NaOH加HCR 尿醋癌 又是exofermic 所以你不會選abd 所以你不會選abd 最後你會有機會撞到c 其實不是撞 你因為你會abd knowledge 你會知道 一定不是exofermic 所以14是c 15 15就問你 兩塊東西 其實x都告訴你 它沒有變的 它沒有變的 它也是那個element 不過它又發覺 咦? 咦? 撞鬼啊? 嘩? 很混亂啊 你好像要問你中三的東西 似乎這兩個好像是isotopy 不過不是isotopy 你看清楚 因為它有charge 這個是沒有大charge 所以就很煩 原來 x那個是ion 這個x 後面的x 就是atom 而這顆 它多了兩顆neutrons 多了兩顆neutrons 所以 一顆neutrons 所以 一顆neutrons 一顆neutrons 它是isotopy 錯了 那什麼時候才對 就是我現在說 51 123 x 和 121 51 x 大家都在說atoms 那時候 我就說是isotopy 什麼意思呢? 你記得是isotopy的定義嗎? 你要背 是different atoms of the same elements which have the same number of protons but different number of neutrons 你背的時候 你就會想著說 後面的兩句 不過 麻煩你記住 剛才我說的是isotopy的定義 頭半句 是說什麼? different atoms of the same element 那你背來做什麼呢? sade atom different atoms 所以 你會發現 1是錯的 2 3 2 其實你沒什麼懸念 3 你也知道 OK 所以 他是不是sade 那副東西在床上 說 大佬掉了甜子 所以怎麼會一樣呢? 2 different chemical purpose 這個就是答案 15就是b OK 原因就是什麼? 這兩個說話要是match 的嘛 different chemical properties 源自於different number of electrons 對不對? 所以 答案你會知道 2是對的 只有2是對的 答案就是b 15b 16 16就是問你sacrificial protection 明陰的 因為 最陰的位置就是 究竟 所謂 catholic protection 是嗎? sacrificial protection 不是 catholic protection 那牽牽了什麼呢? 啊! 牽牽了一些電子 電子 給了一些微弱的電流 給他 哇! 這個不對 OK 接著就是 第二條 connected magnesium to the underground water pipelines OK pipelines 那你在說什麼呢? 就是water pipelines 接著就是mg 那你就弄了mg 那你就弄了mg 這個mg 這個iron 然後你給了電子 那你給了電子 那你給了電子 其實是做sacrificial protection 的 OK 所以答案就是 第二條是對的 是 第三條就是麻煩 麻煩了 這條呢 我覺得有點出事位 就是 你本身 一個sync catholic 是否在做犧牲性保護呢? 如果 這個是在問兩個層面的問題 其實你問了這條題目 都是出的有點怪怪的 第一條題目 就是 這個iron在這裡 跟著sync在外面 如果它是做coating的話 應該包含了 包含了 其實它那個 concept 應該是protective coating protective coating 如果是protective coating的話 理論上 它沒有rusting的原因是什麼呢? 並不是起床性保護 是這樣 O2和H2O 是未能夠進去 未能夠進去 OK 所以理論上 其實三這句話 其實是不好選擇的 但是 如果 問題又來了 如果這個chemical 直到 直到 那個sync 真的reacted reacted 會變成 有部分 的 coating 脫了出來 這樣 這樣的話 它就是犧牲性保護 所以 同學你要留意 這樣 這個sync 就會 因為reactivity問題 會脫電子 給它 所以 這個 這個 就是 所謂的sacrificial protection 這個就是sacrificial protection 可以嗎? 所以 他在問你 誰是sacrificial protection 呢? 其實答案 沒有答案 16 應該是沒有答案 這條 就應該 幫我留意 可以嗎? 幫我留意 應該只有2 只有 這條題目 應該要cancel 16應該cancel 只是 only2 是正確 因為3 是錯的 3 是錯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而這條題目的第一部分 是沒有說到這個位 OK 可以嗎? 所以 16應該是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要懂 要懂這些terms 因為 dse真的考過 即是問你 是包到陷 和 就這樣碰住 那個principal 16是cancel的 1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ethods can be us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sample of nitric acid and the sample of ephanol acid which have both a pH of 3.5 很少去問 那個強酸 和弱酸 當pH是一樣的時候 比較 我們很少問 我們很多時候問 我們很多時候問 一個molar的nitric acid 和一個molar的ephanol acid 哪個強酸和弱酸 那我就 容易看出 什麼degrees of ionization 就是 這個邏輯就是 反過來 就是因為 degrees of ionization 的問題 那個hidrogen ion of nitric acid 就會高於 ephanol acid 然後最後 就有很多現象 做到比較 但是這次 就沒有 因為 他告訴你 如果是大加pH的3.5 的話 他們兩個濃度 是有差的 可以嗎 他們兩個濃度 是有分別的 可以嗎 但是 有一樣東西是一樣 是什麼一樣 就是 Hidrogen ion的濃度 是一樣的 是10的powerful 3.5的molar 所以 根據這個說法 pH的一樣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些什麼呢 比如 第3這條 Add a few drops of universal integrator to still sample solution 這條題目 是不需要選擇的 因為pH是一樣的 OK 同一個問題 如果你說 equal mass and size 屬性 granules 放去兩個sample solution 那怎麼辦 他們那個Hidrogen ion 的濃度是一樣的 那怎麼辦 它的ratio怎麼辦 其實根本也是一樣的 所以 2 都是不可以選擇的 唯獨 所以 答案就是 1 only 1 only 2 3 是不可以選擇的 所以 答案就是 A 問題就來了 有同學 都不知道 為什麼 何解 大律量 sample solution by 10 times 就要再讀pH 什麼pH 當我 追求 10倍的時候 不是由3.5 轉了到4.5 是的 是的 不過只是說 Dialute Nitrous 原本是3.5 After dilution pH take 就會變成4.5 這個是 before dilution 而 另一個 就是 Eventing No Exit 3.5 應該是 slightly less than 4.5 為什麼 slightly less than 4.5 不是 混合了 自然 Hidrogen Ion 就混合了10倍嗎 是的 因為HnO3 是 Strong Exit 即是 Solution 裡面 HnO3 全部 Ion 所以 根本就沒有 提供 再多些 HnO3 就是 HnO3 就是 他就跟水 說 水 混合10倍 pH take 就是升1 為何 混合10倍pH take 升1 單位 大家還記得這條式 就是pH 等於 HnO3 所以 HnO3 10倍pH take 會升1 單位 10倍pH take OK 可以嗎 可以嗎 另外一個 為何會這樣呢 為何會這樣呢 如果這樣說 少了 4.5 就是 HnO3 更多了 那為何更多了 HnO3 就是 因為 原來有某部份 HnO3 還未Ionize 混合了水 有些推到右邊 而令它 會產生多些HnO3 而令到 酸變少於4.5 HnO3 原本 3.5pH 那些HnO3 還有更多 藥酸 HnO3 還有更多 HnO3 還有第三條問題 就是 H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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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Mo4 20 HnO3 13 HnO3 HnO3 我選擇 濃度濃度的濃度是否降低了10倍 可以嗎? 10倍 即是告訴你現在新的就不是K 其實是Q來的 Q是會小於Ka10倍 是小於10倍 因為其實在這個計算就可以了 這個除10這個除10 差了兩個除10差一個除10是差10倍 所以in order to restore Q 去Ka 你說會怎樣? 正確 就是怎樣? 這個戰墜會怎樣? 就會多移到右邊 Sigma 這個其實正在解釋17為A 頗有趣的題目 OK? 有趣是不貴的 有趣是有趣的 所以我們都會有好處 去找你 我們來用這件事 我們來用這個操作 是有趣的